Hello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來 ㄎㄧㄧㄚ聲 今天的主題 談談這一隻狗 你在農曆12月份的運勢 一般來講明年 假成年 成 程序聰 所以你這隻狗明年還是一樣喔 一般來講 我們不要去抵抗這種傳統 因為你們現在生活在這種亞洲地區 華人的地區 這裡有建構一些文化 包括泰國啦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台灣 中國 大陸 你們從小到大就跟你講 你這個會衝太歲 你這個犯太歲 你這個破太歲 你這個行太歲 你這個害太歲 你路都不要走啊 所以要用消氣法 消消一下 消一點 消一點 消到最後 蔥跟飯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它是一個輪子嘛 12太歲啊 那你每年就換一個 60年大概一輪 所以理論上來講 你屬狗的你明年是蔥 我還是那計畫 蔥 如果你是羅 我 鏘 有衝 恭喜你 這樣講好了啦 講一個不是道理的道理 警察就好了 警察官就好了 靠什麼聲簽 太平聲勢 他拿什麼聲簽 一定要大眾都有搶案 詐騙案 搶劫案 走私案 販毒案 案子很多很多 他把它偵破 他才有點數 才有攻擊 才有積分 才會聲簽嘛 所以你理論上看一個理論很吊詭 這些警察這些檢察官 是靠什麼在火 不是靠你們守法在火 是靠你們不守法在火 當你了解這個道理之後 你就會說 一粒必有一必 懂不懂 老師喜歡講什麼 不是成功的成功 不是失敗的失敗 不是佛法的佛法 要聽正規佛法請到佛協宴 不要聽我講 一般來講我是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跟各位聊聊天 但是聊天當中 有人說 老師充泰稅怎樣 犯泰稅怎麼樣 我會不會怎樣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地方小 人口密集 你怎樣吼 都有人打電話去報警 有意外警察來 沒有意外 人家會送你去醫院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有什麼好緊張 但是理論上 因為我活在這種 建構的社會 什麼叫建構社會 哥哥可能不知道齁 各位在路上騎摩托車 覺得沒什麼嗎 飆來飆去 欸 美國人還是外國人 看到台灣騎摩托車會怕啊 欸你怎麼不開車很危險 對不對 那我們覺得沒什麼啊 不是很方便嗎 隨便停 而且我們喜歡路邊亂停車 這是建構的文化 建構 你到日本你隨便亂停車看看 所以一般來講 飯跟蔥要看產業啦 那你屬狗 你嚴格來講 20年不會太差 因為20年最旺的 還是灰色的跟黑色的 白道的話 要看你的工作啦 如果你是軍警 國安局 調查局 檢聯單位 剛好蔥 蔥就是有大案子弄你啊 那你就兩個狀況 不是變獵人 就是變獵物啊 對不對 不是去打獵 打一隻 打一隻豬 打一隻什麼 錄回來 你可能就被人家收集去了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 好不好 就好像 羅 敲了會響 你要確定的不是 會不會被敲 而是說 你是羅 還是豆腐 如果你是豆腐一敲就爛啦 先強調 不萬人之不己之 患不能也 只要你是專業人員 屬狗的 你明年 一定會怎麼樣 會騰雲嫁物喔 有這個機會 你平常沒有用啊 平常就是太平盛世啊 不是這樣子嗎 一定要注意這個點 來 你在農曆12月份走是劫財 你明年一走一整年 二四年整年 走的是筆尖 筆尖 筆尖是這樣子啦 明年如果你條件不太差 發光發亮發福發貴 發財的機會相當高 那你農曆12月份不會太差 大概好的運有八成 來來一定要講一下 老師啊我找你論過密 也看你12生肖 有時候會不一樣怎麼辦 我再強調一次 八字的分析跟解釋 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種 相當精準 12生肖只有12種 再加難你 再加抽籤 不會超過50種 如果你兩個都有做 以什麼 以八字分析為準 如果各位因言不成熟 我們有辦法做一個八字的分析 簡單 12生肖也夠 你看 12生肖的準確度有大概七十幾% 如果你12生肖看完以後 再加上八字這種驗證 大概準確度會到92% 我再強調我不是怪力亂神 我也不鼓勵迷信 我喜歡做模型研究 什麼叫模型 就是你們現在流行的大數據分析嘛 但是我這個沒有辦法去買那個 那個大的伺服器來做 我都是用人工在做 其實八字的可信度相當高 八字 各位要注意聽 來 你在農曆啊 農曆12月份的舒服程度 47%相當高 輸狗的不會太差 你農曆12月份47% 來先講六級 再把講六胸 你的六級日在2月份 來2月份7號4號 1月份23號19號17號14號 六兄日來 2月8號2月6號 1月份4天 28號27號22號12號 要注意聽喔齁 因為屬狗是這樣子啦 狗一般來講在脫胎系統上 首先要跟各位稍微講一下事情 你們好像有時候說我很多東西講很多 很多東西講很少 我不是不講 如果你試一下找我就儘量跟你講 因為這是公開的場合 我要被授權多少才能講多少 什麼叫做侃侃而談 你來找我 我就滔滔不絕 侃侃而談 這是視頻 如果有介紹多少授權 我跟各位講 沒有授權我怎麼能講 我只能夠插邊球插一下跟你講 有人問 老師你看我的八字什麼時候會輸 我當然可以跟你講啊 但是就是不能講啊 因為這個工作是閻羅網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還有旁邊那個判官的工作 我當然可以幫你看 問題就是不能講啊 除非他授權說 你去跟他講我就跟你講 懂不懂 沒有授權不要講 這是我的原則 不是我不講 老師你好像很多代表 就故意跳過都沒有講 有時候你沒有講 有時候那個什麼講很多 這也不是我能控制啊 一個hinter過來 就可以講 不能就不能講嘛 好 六級六兄講完了 還是回到一個主題 各位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 不要太怪力亂神 三件事你們都做得到 再加孝順父母 再過來多做善事 還有不要殺生 火的東西不要隨便拿來 殺拿來玩 我有時候看到那個老外很奇怪 去打那個野豬 打熊 打獅子打老虎 為什麼好玩 你是不會去玩那個搬石頭嗎 你是不會去玩當志工嗎 那個也很好玩啊 比如說做飯包給別人是不是很好玩嗎 把路上的石頭 上上的石頭把它搬到旁邊 不是很好玩 你為什麼要去殺生呢 那個動物也是一條命 那各位也許會講 老實我已經沒有爸爸媽媽怎麼辦 你沒有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一定有一個塔位嘛 你在家裡念念地藏經給他 還有多做煙貢 行有餘力當然做善事 不是每個人手上那個 那個摳摳很多嗎 那你沒有的話怎麼辦 做做煙貢 各位一直誤會煙貢 煙貢不是單單供養鬼 煙貢供養的是妖魔鬼怪 包括神 包括仙 有一些神跟仙是破戒跟犯戒 犯戒還好 有的是破這個戒規啊 比如說他起心動念 有沒有自信既起 心念又動 自信不起 心念不動叫禪定 他都動了 犯了這個戒 有的是破這個戒 一般來講他要經過輪迴 好像有的胡李 胡先生 胡小姐 對 悟性高 可是他的靈魂 昇華的靈魂 優秀的靈魂 有悟性的靈魂 裝在一個胡李的身體 那胡李要我怎麼樣 吃蝸牛 吃蛇 吃老鼠 吃兔子 吃鳥 每一天都要殺生 他到一個程度之後怎麼辦 糟糕啦 我的悟性有 我可以成神 可是我殺虐過重 所以他有一個死結 突然間會掉入人的陷阱 被抓到 還是突然之間 跑到一個地方給車撞到 這都是一個災難 那他有這個災難的時候 他這個魂還算輕 可是還是有那個夜報 這個時候你用這種煙功來供養他 不是只有餓鬼 餓的鬼 不是那個肚子餓的餓鬼 鬼有善餓 不是 還有妖魔鬼怪痴魅亡良 你看不到包括一些神仙 甚至還有幻界的羅漢 所以你看那個煙功功德多大 靜靜的 不要再念什麼做啦 你也沒那麼大 請慢用即可 做這個動作之前 務必要求 這個法器 這個粉 質量要夠 我很誠心的供養你 這個來源我們都弄得很乾淨 不要任何的雜質 他有經過一定的儀式 他吃起來就是非常香的美食 你得到你的功德 他也得到他的功德 這個叫功德圓滿 Win Win 又沒有破壞 整個宇宙之間的因果定律 天上也贏 所以是三贏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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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現在來抽抽籤 狗 屬狗的男生要知道農曆十二月份的因素 來 現在第一五手借老師之手 第一五口借老師之口 有戒有還 八百三十年再戒不難 來 哎呀 這一隻什麼 十八啦 三豐鼓 狗男你要注意喔 這個鼓在跟你講什麼 南洋不是很流行槓頭嗎 下降頭 他們叫槓頭 我都喜歡講槓頭 下降頭 還有養那個鼓 鼓就是把一些什麼 毒蝎子啦 蜈蚣 那個很毒的蟲 放在裡面 咬來咬去最後剩下一隻 然後再把它磨成粉 然後給你吃這個叫鼓 就是古代的生物戰 現在我們叫生物戰 古代又生物戰 那你吃了以後 七天沒有吃到什麼東西就會很癢 然後你要吃一點解藥 就會比較舒服 養鼓 這個三豐鼓在跟你講什麼 往好的畫面想 你算富有 往不好的畫面想 開始裡面在腐敗 Decay Decay就是腐敗 好 你看那個鼓怎麼寫 三個蟲下面一個名 就是說你吃飯的盤子裡面有三條蟲 在那裡爬 往好的畫面想 你家的財產一定很多 食物很多 才會長蟲啊 如果你強得很窮 哪有多餘的食物 哪有多餘的食物引來蟑螂螞蟻 對不對 還有丟掉 所以他要跟你講 往好的畫面想 你富足 往不好的畫面講 欸 開始有腐敗之向 所以男生你要注意 稍微要做一個內部的 集合審查 裡面可能有一點小問題 來男生 來 現在講講女生 屬狗的女生 農曆十二月份的運勢 來 老天無手 也不要講老天了啦 已經要戒掉第一 第一無手 借老師之手 第一無口 借老師之口 來 這一隻 唉呀 這隻怎麼 唉呀 44 厚 這隻掛很奇怪 老師做這種 老師做很久 一般講 女生 不會抽到前掛 男生不會抽到後掛 這個天封後 在跟你講什麼 武則天啊 武則天那時候要篡位啊 忐忑不安怎麼辦 問那個李淳鋒啊 炎天鋼啊 你們兩個 You coming here 我有個問題問你 我是女兒的 怎麼辦 萬一我當了這個皇帝以後 會不會有後遺症 武則天一抽來 天封後 齁 那個李淳鋒 炎天鋼 唉呀 恭喜 恭喜聖上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天封後啊 在跟你講什麼 一陰管五陽 有沒有 一個陰謠 管五陽 而且你這個是初謠 有沒有 初六 沒有 就要說你這個老大 站在這裡可以管五陽 嘖 武則天已經 欸 天封後 這個後 有人說 夠 隨便啦 聽得準就好 再跟你講 欸 女孩子 會坐井觀天 會掌權 插著一隻牽之肉 果然 有沒有 唐草又武則天串位 唉呀 其實會治理好就好了 管到男生女生 誰說男生一定管得好 只要你能夠把這個朝政弄好 弄得國泰民安 大家有飯吃就好了 這個是最重要的點齁 天封後 那因為你們各位女生也不是要幹皇帝 他還跟你講 感情啦 一般來講 女生抽到這一隻掛 是有桃色的 桃色的 這種訊號 一個陰五個陽 為什麼不能六個陽七個陽 因為現在週休兩天 哈哈 週休兩天 所以禮拜五要休息 所以他要跟你講 禮拜一禮拜五生意都很忙 灰色的 益次元空間的女生恭喜 一陰管五陽 你不是一陰被五陽管 所以 有沒有 這個葵花在手 天下你有 天封後在手 天下男人 你有 這隻相當好 Sparrashi 這隻Sparrashi 相當優秀的掛 我們不可能是當皇帝 當總統 當什麼總理 當什麼書記 但跟你講 女生 感情 農曆十二月份 必 必有展望 而且你是主動 欸 還是那句話 老師為什麼管五陽 為什麼不管六陽 七陽 週休兩天 都沒有去看勞基法 禮拜禮拜天要休息 休息兩天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 分享 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所以 新的視頻過來通知你 好 新的一年 祝各位 賺的盆滿 播滿 發大財 平安喜樂 最重要 要幸福美滿 OK 拜拜